欢迎收看百科时事,我是林德成 一家名为Jentayu Dana Raksa的私人有限公司 今天向国库控股献议 愿意以87亿5000万令吉旧马航 这个价钱比起国库控股 早前提出的61令吉的重整和转亏为营计划 还多出27亿令吉 根据新报报道 在今天的计划书当中 Jentayu愿意收购国库控股旗下的大马飞行公司 据报道,一旦收购成功 他们将会成立全新的飞机租品公司 J.D. Lee Singh 国库控股还是可以继续担任策略伙伴 不过Jentayu总是苏克尔说 这项计划也必须由国库控股同意才能实现 那其实Jentayu早前已经开口说 愿意资助马航 不过当时并没有说明价钱 到底谁是Jentayu 根据报道 Jentayu是一家财务咨询公司 是以马航前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阿杜阿兹为首 公司的董事还包括 前交通部秘书长扎卡利亚 前标准普尔航空业分析师苏克尔 以及其他航空业资深人士所组成的 Jentayu会如何解决马航 国库控股是否会答应呢 这还是未知数 更多详情请留意百个试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系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或订阅